这个男人是九届最强的弓箭手 一手绝活就连诡计之神洛基都防不胜防 可射手最怕的就是刺客 为了弥补自己的端板 他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可就在他马上要拿到五杀时 他的装备却被人给偷了 恼火的他找到偷他浪人符的人 却发现对方竟是一个小女孩 他问凯特浪人符是从哪里得到的 可凯特是从拍卖场捡到的 具体的他也不清楚 鹰眼看着这个涉事未深的女孩 决定先带他离开这里 因为鹰眼的罪过不少社会上的人 传着浪人符一定会招惹仇家报复 于是鹰眼跟着凯特回家 准备拿走浪人符 这样仇家就不会找上他 而就在这时 一个燃烧瓶扔了进来 他们已经被运动服黑帮找到了 鹰眼直接胡手接住燃烧瓶 并顺时扔了回去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 凯特一见摄像灭火器 可没想到 浪人符被大火包围没法拿到 鹰眼只好带着凯特先行离开 他们来到商店进行补给 凯特问鹰眼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随后两人来到了凯特姑妈的闲置房 鹰眼在确认房屋暂时安全后 再独自回去拿浪人符 她伪装成消防员混进被烧毁的房子 却发现浪人符已经不见了棕影 在脱下消防服时 无意间看到 消防车上角色扮演的活动标志 通过手机查询 没想到还真让她在上面 找到了那个捡走她衣服的人 第二天她按照活动地址来到了角色扮演的现场 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大型考司服类活动 鹰眼刚想进去拿回浪人符 却被管理员拦了下来 他们这里并不对游客开放 无奈鹰眼只能成为了这里的会员 看着地来的战俘 鹰眼一脸嫌弃 身无可恋的他穿上战俘走了进去 这要是被曾经的战友看到 绝对要被他们笑三年 鹰眼决定速战速决 大原来是 谢谢大家